我 林不一没来 女公子莫要难过了 虽然林将军没来 可起来了德高望重的汝阳王为女公子下聘 可谓是做足了脸面 现如今 都城中人人都羡慕女公子 聘你多到整条街都站不下 羡慕我什么 羡慕我连自己的亲事都甚不由己 你去帮忙吧 莫要领 是 小女娘 手上轻点 耳朵都震聋了 这条案怎么得罪你了 我就像这条案 谁都能吹几下 没胳膊没腿的 没得反抗 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个个都怨声载道啊 小女娘我问你啊 那个程少商现在何处啊 她抢人夫婿 害得我孙女昨日痛哭不止 我呢就是想问问她 为何要高盘林将军 男女都是人 何来高盘也说 全都城都在说 我驾雨林不移 是我高盘 可没有人知道 如此不平等的婚事 我程少商才不稀罕呢 老王爷 莫非你今日 是来缴黄婚似的 我堂堂圣上叔父 怎么能做那种下足之事 你就是成娘子啊 我还以为 终于判来一个 一人之下 为人之上的救命恩人呢 你早已知晓本王的身份 能在曲林侯府后院 来去自如的人 只能是来送聘领的汝阳王了 你的胆子也够大啊 明知本王身份 还敢与本王顶撞 我本就是这样 不知礼数 老王爷若是看我不顺眼 不如替林子慎 退了这个婚事吧 这都成多少女娘 都轻无灵子生 可怎么在你这儿 我觉着你要让我 把这婚事搅黄似的 我与她从一开始 编究不平等 在我心里 两个人若是做不到 平等尊重 还不如一个人过呢 你可知道这世间 人份三六九等啊 即便是真正的夫妻 也未见得能够平等尊重 本王与我家那婆娘 成婚五十年 话不投机半句终 她不敬我 我也不中她 只不过 我修行多年 追求无为不争之道 故事也只能忍耐罢喽 修 老王爷 您竟是修行之人 方才倒没瞧出来 老王爷一心为了无为 却忘了修行之人 本应该顺从本心 不可讳言 老王爷 怎么到半点也没做到 这世上 本就怨偶无数 有的说是为了儿女 不舍分开 有的说是怕父母 不敢分开 可偏偏没有人敢承认 是不敢承担后果 所以没有分开 老王爷 你既不敢决婚 就不要拿道心当借口了 我看你啊 分明就是惧怕权势 怕惹身上不高兴罢了 你敢说叫本吗 你既然觉得雨林不宜 身份不等 为何不敢决婚 我也惧怕权势 哦 老王爷 老王爷记得老王妃的令 想替豫昌郡主出逃 不如 就将这聘礼 全部搬回去 把这婚事给搅黄了 这样 你好 我也好 不得谁的令 你婆娘能命令得了我吗 我明白了 你是在这儿等着坑我呢 你盼着这婚事不成 我可不上当 我是瞧着子盛长大的 我还就盼着这婚事成了 别啊 不想让我帮你去换 当我傻了 反正啊 这聘礼已经送到 本来也该回宫复命 你啊本想借我的手 搅黄这婚事 老子啊 绝不上当 绝不上当 没老糊涂啊这是 是让你讲黄婚事 谁让你当自家婚事操办了 你这婆父不讲理 这婚他脚不黄 这是圣上天允的婚 你我又如何呀 大夫是圣上叔父 圣上也要赏几分薄面的 不如大夫入宫面圣 命令不移迎娶两人如何 我愿意承家娘子共事十一郎 荒唐 玉肠啊 你看看你这个为求佳人 不惜责损自身的这个样子 丢人丢人丢人 大夫 大夫变了 不疼玉肠了 如今多少人是我做笑话 那我还有脸活在人世啊 就让我死了吧 不愧了 谁有荒唐 玉肠 听大夫一句真心话 男女婚姻大事凑合不得 若凑合必成仇 你看我和你大母 无一日不争吵 无一日不埋怨 那我们就是你的前程之间 你何必要重蹈覆辙呢 你在孙人面前回说什么 你真敢与我新婚吗 让盛生的脸往哪儿搁 你挑唆我 让我去寻程阳子的麻烦 让我以权势压人的时候 你有想到 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吗 五十年了我总算是想明白了 我得为自己活一回 这婚啊 是为我自己觉得 爱咋咋地 大摩 于昌浙就去圣上面前 找个人绳子吊了自己 看圣上是要赐婚外人 还是逼死我这个丑执念 你 你父母走得走 大父念你自幼失去双亲 才处处咒你 把你终成一副 一言不合就寻死觅活的样子 你有没有想过 你若一言不合就以死相逼 谁会看得起你呢 一个女娘尚且不尊重自己 那未来的郎俊 凭什么尊重你啊 吁程啊 大夫对不起你 你已为林不宜悟了花旗 大夫觉得 你还是尽快择一祸好人家架子 至于林不宜死了这条心 你和程少商天差地别 此生无缀 大夫 你个没良心的 你敢断我命根子 我跟你拼命 我还要进宫问问 当初我给圣上那口饭 还作数吗 够了 我受够了 这么多年你贤情自主 说什么曾给圣上一口饭救命 天之地之你这我这 那是一碗馊饭 一碗你不要的馊饭 一碗馊饭换来了十余年的荣华富贵 够本了 够了 雨差 近日大夫一言九鼎 要么 尽快择一壶好人家把自己嫁了 要么留在三菜观 此生清灯相伴 是素法出家 还是盘法出嫁 自己选吧 南母 要么 你